唐龙暗自摇摇头,他觉得很奇怪,好像自己进入战舰,性格就有点改变,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就是没有在外面那么自在 联络员陈怡一等兵,联络基地指挥室,请求起飞 唐龙端坐在椅子上,向左下方的陈怡命令 陈怡和众人听到这话都愣了一下,刚上来没一会儿,就要请求起飞 不过看到唐龙说完后,冷冷地看着前方,看那样子就知道不是说笑的 陈怡不知道怎么搞的,不由自主地点点头,说声遵命,就按动电脑联络基地指挥室了 不一会儿,正前方的荧幕显示出奇纳少校那皱眉的样子 唐龙看到奇纳后,立刻起身,行了一个军礼 长官好 奇纳回了一礼,皱眉说 少尉,为什么要求起飞?难道你们都已经熟悉战舰的性能了? 唐龙保持立正姿势,朗声说 报告长官,就是因为不熟悉,才请求起飞 此时,奇纳旁边的荧幕上,突然出现了里纳莎的身影 他平静地问 哦,什么道理? 唐龙向里纳莎行了一礼,不卑不亢地说 只有在辽阔的宇宙空间里,才能最快地熟悉战舰的性能 我想资料上的内容,我的部下们已经备熟了 应该不用再待在地上,熟悉机器的使用说明 刘思浩这些人都呆呆地看着唐龙 敏感的刘思浩马上发觉 这时的唐龙和地面上的唐龙有点不同呢 可至于哪里不同呢,刘思浩却说不出来 里纳莎皱皱眉头 少尉,指挥战舰并不是像你说的熟悉使用方法就可以的 等下的训练并不是针对你们的部下掌握各系统的技能 而是针对你们这些指挥官的指挥方法 希望你静心地等到学习完毕后,才进行飞行训练 唐龙静静地望着里纳莎 好一会儿才行了一礼 下官遵命 里纳莎看了唐龙一眼,才把荧幕关掉了 里纳莎的图像一消失,唐龙立刻飘起来 一脚站在椅子上,一脚站在控制台上 高声地对四周的部下喊道 好了,解散,现在没事了,可以自由活动 喊完,向右边的吉纳喊道 吉纳副官,电脑里有没有音乐?找些进取放来听听 这么安静,难受死了 唐龙才刚说完,一阵猛烈的摇滚乐 就从喇叭传出,震动着整个指挥室 吉纳猛地依了一声 因为他刚才根本没有从唐龙的话里反应过来 再说电脑才刚启动,不可能存有什么歌曲的 怎么会自动播放呢 不过吉纳这声咦,没有人听见 因为被猛烈的音乐掩盖了 而当他准备检查电脑的时候 被眼前的一幕搞得忘了自己要干什么 唐龙听到音乐,悠喝一声 站在控制台上扭动屁股,跳起舞来了 同时还向部下大喊 兄弟们,来呀,大家一起跳啊 听到这话,李立军碰碰身旁,长相一脸平凡的张开华 要不要去跳 张开华笑了笑 我想尽早掌握富豪的心 说着一按头盔的按钮 声音立刻和他隔绝了 这头盔的通讯是连接所有人的头盔 所以他的话除了没有戴头盔的长龙外 都听见了 只见阎君紧接着按动了关闭声音的按钮 转身专注的留意自己面前的仪器 然后是玛丽 陈怡 爱尔华 关掉耳塞传来的声音 最后连跃跃欲试的李立军也学着关掉声音 专心研究自己岗位的技能 整个大厅也就只剩下唐龙还在猛烈的扭动着屁股 基地指挥室 关掉通讯的李纳莎向在一旁猛喝着酒的老头恭敬地说 长官,您看 懒洋洋躺着的老头 用仓老的手 骚了骚自己的胸口 然后站起来摇摇头 我只是负责管理基地后勤人员的糟老头 其他事我是不会管的 说着一边喝酒 一边往外走去 不过在到达自动门的时候 他回头说了一句 不过我认为 那个少尉说的也有道理 与其躲在地底进行理论教学 还不如让他们在宇宙中进行实战演习 说完 走了出去 吉纳听到这话 靠前向李纳莎说道 长官 少尉说的也有理 进行实战演习的话 可以飞快地提升这些少尉的指挥能力啊 李纳莎摇摇头 这我知道 不过最高统帅部早就明确地指示 未到时机 自走炮剑不能展示在世人面前 免得被敌人知道自走炮剑的威力后 制定出防御的方法 吉纳虽然心中不认为 自走炮剑有什么厉害需要保密的 但还是点点头表示明白了 好一会儿 他再向李纳莎问他 对了 长官 那个少校是个什么人呢 好像根本没有一点军人的仪态 李纳莎望着那已经关闭的子宫门 他从列宾干到少校已经四十多年了 原本早就应该退休 但是由于他具有非凡的后勤管理能力 所以军部特例进行挽留 别看他不起眼的样子 他享受的是少将待遇 吉纳恍然大悟 怪不得这么秘密的基地里 总数达数十万人的后勤部队 只有他这么一个长官也不会混乱 而且还竟然有序呢 李纳莎转身望向宽大的星系图 他还有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 那个老头不但能力超凡 而且还拥有庞大的人脉 现在联邦军队的将军中 在晋升将军前 没有受过他帮助的 可说没有几个 奥姆斯特会全力拉拢他 可能就是看中他的人脉 希望能获得和政府抗衡的势力 唐龙也很早就发现 根本没有人理会自己 虽说以前玩游戏的时候 那些虚拟的部下也不理自己 但这次的这些部下却是真实的人 他们也是这样对待自己 难道自己真的很不讨人喜欢吗 唐龙猛的跳下来坐在椅子上 顺手抄起处于自己的头盔戴上 按动控制台的按钮 把声音切入自己的头盔内 指挥士马上静了下来 只有唐龙那里传来微弱的音乐声 不过刘思浩他们并没有发现 因为他们关闭了自己头盔的耳塞功能 同时也沉迷在自己的岗位里面 唐龙双手抱头 双脚交叉摆在控制台上 椅子也调低了 身子半躺着听着音乐 虽然音乐猛烈的在唐龙耳边跳动着 但是唐龙却没有听尽一丝一嚎 把头盔荧幕调到漆黑一片的唐龙 此刻心中正翻腾着 哎 为什么我不能直接和人交往呢 虽然以前在战争游戏里面 自己交到了许许多多的伙伴 可是这些都是用假名交到的 而且都是些因为我的强大而汇集而来的玩家 他们不是在看到敌人拥有黑动弹后 就立刻抛弃我逃离了吗 最后还是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唐龙无奈的摇着头 从二十三训练基地出来后 试着让自己开朗起来 希望这样能交到好朋友 甚至还狂妄的和十万人干架 可惜除了得到虚伪的老大名号外 根本没有得到一个朋友 就是现在这些部下 他们也因为被连长冷冻了 不愿意就这样颓废的度过军旅生涯 才会成为我的部下吧 想到这儿 唐龙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哎 好怀念在二十三训练基地的日子啊 既然非常的艰苦 那五个机器教官也是那么的冷漠 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 总是感觉到和他们在一起 非常的自在 不用担心他们喜不喜欢自己 也不用担忧自己会不会喜欢上他们 是了 不知道那个电脑姐姐怎么样了呢 哎 真的好想有个人陪自己说话呀 忽然 七飞的头盔荧幕 突然出现一个电脑女郎的形象 而那猛烈的摇滚乐也降低了声音 那个电脑女郎怂怂鼻子 伸出漂亮的手指指着唐龙不满的胶枕 哼 总算想起我来了吧 唐龙被吓得猛的大叫了一声 但很快想起这里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 忙捂着嘴巴 取下头盔 看着四周 再发现大家都没有理会自己 而在忙着自己的事时 才舒了口气戴上头盔 看着电脑女郎 敲声说道 你是怎么进来的 这还要问吗 凡是电脑网络 我都可以随意进出啊 星灵看到唐龙神色有点黯然 继续笑道 怎么 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和铺下打成一片而烦恼吗 你怎么知道的 嘿嘿 你们这些人的举动 我都看到了 要不要姐姐教你啊 要 我要 要不是刚才你才会想起我 我说什么也不先出来见你的 更不可能教你什么 看到唐龙露出焦急的神色 星灵也就进入了主题 我先问你 士兵需要什么样的长官 雷厉风行 掌污不受 对 但还不全面 有时候士兵对长官偶尔的关心 是非常贴心的 还要长官能够让士兵觉得 跟着长官能够获得一种强烈的荣誉感 这些你做到了吗 唐龙摇摇头 自己才刚有部下 怎么能够拥有这些呢 而且以前自己都为了能够引人注目 故意显示自己特别的狂妄之大 嘿嘿 其实刚才你要去教训那三十四连队的时候 你的部下的心差点就被你俘虏了 可惜你骨头蛇尾 搞得部下对你心都冷了 特别是那几个女兵 唐龙一呆 他忙说 不是啊 我是想 说着 他细声的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精灵听到后愣了一下 然后古怪的笑道 你好坏啊 居然想出这样的方法 嗯 如果你做下去的话 其法你这些部下会对你改观的 精灵看到唐龙要说什么 忙挥挥手 这些不用说了 你的目标是什么呢 唐龙兴奋的一阵脸色 我要成为元帅 好 要成为一名元帅 但是你知道自己的缺点吗 心灵心中却在想 哎 其实元帅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目标啊 千万不要以为当了元帅就可以为所欲为 不知道 你啊你 你最大的缺点就是为人处事 不喜欢多加思考 反而是想到什么就干什么 不在乎其他人的想法 像你在测试的时候 不但得罪了自己连对的同伴 把自己变得孤立起来 更让其他人不敢靠近你 而且你还非常喜欢独自冲锋 独自处理事情 下面还有的一句话 精灵没有说出来 他本来想说 这都是因为他接受的训练 是一个孤单英雄的训练 但想到说出来 就会让唐龙知道 自己和机器教官的关系 而且一定会问机器教官的近况 但自己能告诉他 机器教官已经消失了吗 精灵看到唐龙沮丧的表情 不由笑道 哼 你也不用这么伤心 其实我在观察你以后 发现你对长官能够进行发解 对比自己低级的士兵 可以非常友好和善 只是对跟自己平级的同僚 就是狂妄自大了 这个时候唐龙已经瞪大了眼睛 自己真的是这样吗 想想自己的表现 好像还真的是这样了 那么自己岂不是变成了小人 精灵没有理会张大嘴巴的唐龙 继续说 我不是说这样不好 但是你发解长官的时候 样子太假 人家一看就知道 你这家伙心中正在骂他呢 这如何能够让他对你有好感呢 而且对同僚显得狂妄自大 虽然能够让一部分人怕你 但更多的是厌恶你 你起码要和同僚保持友好关系才行啊 而对于士兵 除了要对他们真心 独自狂妄一点 也没什么不妥分 只要不伤害到他们就行了 因为这样 人家还会以为 是你把心开放给他们呢 大姐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我不知道的事啊 好像你是一个电脑程序来的 心灵笑了 刚想说什么的时候 脸色变了变 他忙说 我还有事 以后有空再聊吧 记着要陪我去逛街哦 说完就消失不见了 而那音乐的声音也立刻提高了 唐龙愣了好一会儿才嘀咕道 搞什么呢 怎么这个大姐每次都很焦急的离去呢 一个程序会有这么多事吗 唐龙摇摇头 关掉头盔店员取了下来 发现部下们依然保持着刚才的姿势 看他们的样子 正努力熟悉仪器的性能 唐龙看着四周的人静静的想了一下 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 离开座位 来到那个升降梯的地方 按动了按钮 出了战舰 各位听友 长篇小说 小兵传奇 第41集 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42集 星灵飞快的通过无线电波 回到自己的主机里 一回来就发现 主机程序有了一些改变 当然这些改变 立刻被星灵修正了 星灵仔细搜寻这数据 看看这些改变 到底有什么作用 不一会儿 星灵惊讶的发现 这些居然是复制主机资料的程序 怎么回事 除了几个维修的程序人员 没有人可以接触主机程序的啊 星灵检测一下记录 发现这段时间根本没有人进来过 也没有任何攻击的程序出现 难道这些东西会突然出现 不放心的星灵再次仔细的检测整个系统的程序 甚至包括分布在联邦境内的所有分机系统 耗费一段时间后 星灵终于发现到 那些复制主机内容的程序 是由一条新闻消息变化而成的 而发射首条消息的地方 居然是这个星灵基地 对方在这里把消息发出 传入处理新闻的分身系统 然后再慢慢的依靠那个发射消息的人的指引 来潜入主机系统内 能够待在这里的除了星灵部队 就是那些高级官员了 是谁发射出这种能够复制主机程序的程序呢 他要干什么 自由自在生存了数百年的星灵 第一次感觉到了危险 因为这个程序好像也拥有和自己一样的意识神态 不过是一种被人控制的意识神态 不像自己拥有自主心 星灵不怕联邦机密被窃取 他担心的是自己情感资料被人发现 只要是高级程序人员立刻就能从这些资料里发现自己已经拥有了自主意识 想到以前被毁灭的自主机器人的记录 星灵有点心寒了 自己要把这真正的核心藏在什么地方才安全呢 突然星灵露出了笑容 他想到了一个人 一个数百年来自己唯一信任的人类 就这么做 虽然有被击毁的危险 但能够陪他一起灭亡也是值得的 而且 到时候就算我在外面 我也能知道他在干什么了 星灵得意的娇笑着 于是在这一天 所有的联邦人都发现 网络出现从未见过的迟钝塞车现象 政府负责部门的电话快被打爆了 而政府紧急查探都没有结果 不过这现象维持了一个小时后 网络又恢复了快捷的速度 这样一来 不论聪明的还是白痴的人 都认为可能是联邦中央电脑容量不够了 于是纷纷提议增加中央电脑的容量 因此搞得负责的工程师 没日没夜的忙了好几个礼拜 星灵部队依然尽忠职守的 守护着联邦的守护神 但是谁也没有发现 在网络迟钝后 这个基地就算被摧毁 联邦的守护神也依旧存在 星灵部队的守护目标 已经离开了这个曾居住了数百年 称得上全宇宙最安全的家了 在万罗联邦出现网络迟钝的时候 数亿万光年外的某座星球的地下秘密基地内 一个身穿奇怪白袍服装的老者正跳脚大骂 混蛋 为什么突然中断了 他身旁一个同样身穿白袍的中年人 忙恐慌的说道 大人 好像是由于传播线路太远 而且对方主机启动了自我防御系统 所以才那个一头白发满脸皱纹 颤抖着白胡子的老者 文生气得全身发抖 两眼冒出骇人的寒光 骂道 骂的就差那么一点就可以获得核心机密了 到时候我们凯特神族就真的可以称霸神族了 难道就这样放弃吗 那个中年人立刻跪下磕头说道 大人息怒 您要保重身体 您是我们凯特神族的明灯 不能因此而伤了身体啊 说着掏出一本电子记事本呈现给老者 大人 您看这些资料 虽然我们不能够获得核心数据 但有这些传送回来的资料 再加上以前陆陆续续收藏的其他系统资料 我们都已经能把我们的凯特启动起来 老者看了一下电子本上的数据 怒气平息了下来 他摸着胡子冷声问道 需要多长时间 大概 大概有三年的时间 中年人满头大汗的说出了这话 老者点了点头 望着身后巨大的机器 三年 数百年的愿望 只要等三年就可以实现了 说到这儿 老者突然恶狠狠地瞪着中年人 希望你不会令我失望 三年 我只等三年 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中年人忙磕头 在下一定保证在三年内完成 等老者离开后 中年人才起来 试了把冷汗 回转身 看着那巨大的金属机器 叹了口气 前巨三百二十 下巨一百三十四 目标 瞄准完毕 主炮手 扩斯特 向站在指挥位置的唐龙 喊道 而另外一个主炮手 蓝斯 则马上接着喊道 主炮能量 补充完毕 唐龙看到荧幕上的 那个瞄准光圈 已经对准了一个黑色的影子 不由把高举起来的手 猛的挥下 同时喊道 发射 扩斯特立刻跟着喊道 主炮发射 同时按动了一个按钮 在这一瞬间 船身一阵晃动 接着一道巨大的光芒 出现在荧幕上 准确无误的击中目标 那个黑色的影子 立刻变成一个光球 炸裂开了 而蓝斯则马上按动一个按钮 并说道 炮身冷却倒数 十 九 数到零的时候 又马上喊 主炮能量补充开始 此时 雷达员爱尔华 立刻捂着耳机 高声喊 敌战机接近 数目 十 唐龙一听 马上把手一挥 各副炮 自由射击 鱼雷准备 担任副炮手的 李立军 张开华 司机 严军 四个人 二话不说 马上一按头盔按钮 让自己进入 虚拟 可视射击系统 战舰外面的四门副炮 也在同一时间 开始上下左右的移动起来 瞄准敌人 接着 荧幕上出现了十架小型太空战机 随着他们雷射炮的亮起 四门副炮也开始射击 担任副官的吉娜 在船身晃动了几下后 看了下电脑显示的数据后 冲唐龙喊道 保护罩功率降到90% 唐龙看了一下荧幕上显示的敌战机出现的未知数据 立刻向鱼雷手命令道 指向性炸裂鱼雷一枚准备 目标前距12 副官 保护罩功能全开 鱼雷手刘思浩听到这话迟疑了一下 但还是一边飞快的按钮按钮一边喊道 了解 指向性炸裂鱼雷一枚 目标前距12 鱼雷设定完毕 吉娜也在此时喊道 保护罩恢复100%功率 所有人员巩固位置 唐龙说完抓住扶手后 才把手一挥 鱼雷发射 随着唐龙的命令 一枚导弹形状的东西立刻出现在荧幕上 他才飞行了一会儿就马上自行炸裂开来 瞬时 荧幕上出现一片耀眼的火海 此时 船身猛烈的晃动个不停 大家因为听从唐龙命令 巩固了身子 所以 只是随着船身晃动 并没有被抛出自己的岗位 当船身平稳的时候 吉娜检测电脑后 立刻喊道 保护罩降到30% 补充能量需30分钟 爱尔华则大喊 敌机 全数歼灭 听到这话 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的回头 看了唐龙一眼 唐龙捧着冷酷的脸孔 没有理会他们 精自命令 副官 报告所有武器能量基数 吉娜神色一阵 马上低下头 飞快的按动电脑 接着抬起头 指向性 炸裂鱼雷一枚 跟踪中子鱼雷两枚 副炮能量基数5 主能源基数30 唐龙望着荧幕上 显示的数据 沉思了一下 立刻下命令 主炮能源 停止补充 主炮手兰斯 听到这话一愣 但还是立刻按断按钮 回应道 了解 主炮能量40% 立刻停止能量补充 唐龙点点头 向吉娜命令 所有主能量 用于补充防护罩 吉娜一呆 但还是马上执行 接着 他略为惊讶地回复 保护罩 恢复正常 需时10分钟 这时雷达员爱尔华 恐慌地喊 前距456 上距834处 发现敌巡洋舰一艘 战略舰一艘 唐龙听到这话 想也不想 把手一挥 命令到 撤退 所有的人都是一愣 撤退 他们还想说什么的时候 唐龙已经按动了指挥台上的一个按钮 一瞬间 萤幕上的宇宙场景消失了 换上了基地内部的场景 见到这场景 大家都输了口气 取下了头盔 唐龙看着萤幕上显示出四周停泊在地上的自走炮舰 会有嘀咕了一声 无聊 然后向副官吉娜挥挥手 检讨战役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说完不等他回答 就从登陆口离开了战舰 船上的十四个人看着唐龙离去 好一会儿才开始检讨自己在这场战役的表现 吉娜在看了电脑显示的数据后惊讶地喊 这次单独战训练我们又是第一 听到这话 大家都放开手中的活 而刘思浩则向吉娜笑道 把数据放到主荧幕 让大家看看 是 长官 吉娜按动一下按钮 原本看得见外面的荧幕 立刻刷屏 然后出现了一排排的数据 李立军吹了一下口哨 哇 没想到这么多次的单独训练 我们居然稳战守卫 你们看 我们在单独训练中 根本没有被击毁过一次啊 那是因为长官一见不对劲 就撤退离开战斗的原因啊 当联络官的陈怡冷哼了一声 没有说话 刘思浩看到陈怡的脸色 不由向他笑道 看到强大的敌人就逃跑 看到弱小的敌人就去厮杀 是不是认为这样做很没种啊 其实 既软怕硬是战争的基本原则 除非遇到只能死战的状态 不然是不会去和比自己强的敌人硬拼的 陈怡虽然了解这个原因 但是他还是不服的嘀咕 如果是真实战场上 我们被包围后 长官肯定会向敌人投降的 刘思浩听到这话 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但他却在心中想到 在这个时代 为了保全性命而投降 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起码拥有生命 才能继续自己的梦想啊 这个时候吉娜出声道 你们觉不觉得 最近这段时间来 唐龙长官变得很奇怪啊 对啊 确实变得很奇怪 他最近都没有跳那奇特的舞蹈了 整个人也变得不苟言笑啊 嗯 我不是说这个 而是他最近一结束训练 就不知所踪 整个人都神神秘秘的 陈怡听到这话插嘴说 哼 你们现在才发觉他不对劲吗 告诉你们 他现在和三十四连队的人 打得火热呢 听到这话 所有的人都是一愣 而李立军则立刻火气冲天地喊 什么 他居然和三十四连队打得火热 难道他不知道 他们侮辱过我们吗 我去找他说清楚 说到这儿就要离开战舰 刘四号立刻拉住他 不要那么冲动 不冲动 长官不但没有为自己的部下出头 反而和欺负自己部下的人好的火热 这口气能咽得下去吗 嘿嘿 就是因为这样 长官才和他们打得火热 相信我 用不了多久 就知道结果了 长官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陈怡有点不解的 向刘四号问 怎么你那么看得起那个长官 我们这些人 我们这些人甚至可以说是在你的劝导下才成为唐龙长官的部下呀 这段时间来我根本不觉得这个长官有什么值得我们跟随的 要不是不能退出 我早就走了 刘四号看到许多人在听到这话后都点点头 不由脸色一正 你们也许看不惯唐龙长官吊耳郎当 狂妄自大的样子 但现在他已经不在我们面前表露出这些 这说明他已经注意到我们对他有些不满了 听到这话 大家想着唐龙最近的表现 不由自主的点点头 刘四号看到陈怡想说什么 伸手制止住了他 这个方面不去说 你们也许认为长官没有什么能力 但是你们发现没有 长官几乎没有怎么学习 就能操控自如的指挥我们进行战斗 像刚才他下令在前距十二的范围内使用炸裂弹 大家都明白在这么近的距离爆炸的话 战舰本身是会受到很大伤害的 当时有十架战斗机 可以让我们的副炮反应不过来 就算击落他们 我们受到的损害也比遭受炸裂弹的冲击大 甚至还有可能被击沉 而这可以使得围绕在战舰四周的战机全灭的方法 不知道战机的防护罩根本承受不起这样的破坏 没有九经战役和非常熟悉敌我双方数据的人是不可能在一瞬间就做出这样决定的 爱尔华插嘴说 我也觉得很奇怪 长官他能够在获得情报的一瞬间做出反应 通常都是我才爆出敌人方位数目等级 话音才落下 长官就能够做出相对有力的决定 一个刚当上指挥官的人 根本不可能拥有这样的反应处理能力啊 各位听友 长篇小说《小兵传奇》第四十二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